很多朋友碰到我都在台店酸菜白肉粿 老实讲 你说董哥你大概吃多少吃 因为我吃了三十几年 我不想吃多少吃 但是至少五百次 他们全家我都认识 而且很熟很要好 那当然石婆婆已经过世了 我也不能叫石奶奶 因为石奶奶我在很年轻时我就认识她 因为她来帮原来的老板算账 那时候的老板是东北人 她原来在外面摆摊子 那时候台店因为孙姻贤 她等于说山东 然后跑去东北练书 所以她看到说 有个路边用布棚搭起来在卖酸菜白肉粿 她就去吃结果真好吃 这叫孙姻贤 台湾人对她都非常有感情 崇拜的不得了 她说你摆这里 倒不如摆到我们的福利社 然后就开始到台店的福利社去摆 那大家吃了就说 哇这个品味真是好 等于说这是台湾的第一品牌 酸菜白肉粿